我就是我的费务全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 我是小猪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同人小故事 在校园弥漫的战场上 贪指狼善意一支住三人对面 是一个穿着一身粉色紧身连体衣的人妖鬼 正在搔手弄姿 人妖鬼有着一头飘逸的粉色长发 一双挺拔的大长腿 但是却有一张大叔脸 人妖鬼又插腰又摆pose 得意的开启嘲讽模式 说 哈哈 你们是打不赢我的 受死吧 端腿boy 主角他三人组眼见着敌人那么得意 还小看不起 不由得很生气 可恶 为什么会这样 他只要紧紧地握着手中的刀 神色十分冷凝严肃 为什么鬼会在大白天出现 善意和一支住表示 我们都还没吃早餐 没体力搭架呀 人妖鬼还在自嗨中 见三人没动作便更加得意了 说道 嗯 怎么 你们是被我的美貌惊艳到说不出话了吗 他的花音刚落 炭治郎就看到右边的善意 开启了大肚特吐模式 炭治郎紧张道 善意你别吐那么多啊 早饭没吃会脱水晕倒的 果然他的话刚落下 善意就噗通倒在了地上 善意估计一时半会是恢复不了了 一支柱对着人妖鬼大喊 你明明是个女的 为什么下面会有一个大包 炭治郎听了一支柱的话 炮笑的说道 一支柱已搞错重点了 应该问他 为什么不怕太阳吧 小猪也不得不感慨 有太子狼当队长就是靠谱 队友虽然不靠谱 但敌人却是靠谱的 任妖鬼并不愿意错过 这个可以向别人嘚瑟的机会 他得意的笑着 抬起了左手 树心恨然是一个小小的白瓶子 得意洋洋的介绍道 告诉你们可以哦 我之所以不怕阳光 全靠我花了一百年 研发出来的产品 我把它命名为防晒乳 任妖鬼对自己的发明特满意 抱着小白瓶做了一番产品介绍 什么防晒指数啦 什么PA值啦 显然是很有研究 不过小猪想问一句 既然你的防晒做得那么好 那么为什么你的皮肤 还是那么黑呢 任妖鬼接着说 有了他 鬼就可以在白天自由的出入 那么无惨大人 一定会认可我的贡献 取我回家的 我却越这位人兄 你眼光不错嘛 一只猪操起双刀就往前冲 不可以让五惨得到这个防晒乳 让本大爷来消灭你吧 要是五惨得到了这个防晒乳 那可不得了了 大白天都能出来吃人了 与暴躁的一只猪不同 任妖鬼面对杀起疼疼的对手 却依然十分冷静 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 反而是狠狠地挤了一下自己的胸 说道 粗暴暴也我最喜欢了 不过 任妖鬼听起胸 就朝一只猪赢了过去 一只猪一惊 脑子里全是巨大的问号 这个鬼不但不躲 怎么还敢冲过来 他的武器在哪里 他莫非是看不起我 脑子里想着 动作却没有停下来 并没有怜香惜玉 刀还是朝着人妖鬼 高高的胸腹落了下来 出人意料的是 女鬼并没有被劈成两半 反而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断成起结的 居然是一只猪的日轮刀 我的刀断了 怎么可能那么硬 一只猪显然大失一惊 一只猪头的蓝眼睛瞪得巨大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刀不仅没有给女鬼造成伤害 反而断了 人妖鬼对着愣住了的一只猪 更觉得得意了 他停了停胸膛 说昨天刚弄好的胸 当然赢了 小笨蛋 这听说过龟骄弄胸的 女鬼果然不一样 用的莫非是金刚石 解释完自己金刚石版的胸 人妖鬼也反击了回去 他的拉布拉多拳 带出一股粉红色的气流 直接把一只猪打了出去 甚至打费了一只猪的野猪头套 趁着人妖鬼的注意力 在一只猪身上 探知上向人妖鬼发动了 水之呼吸 四只心 打击之潮 人妖鬼紧锁眉头 闲人也有点愣住了 没想到探知狼会在这个时候 发动攻击 然而探知狼的这一击 和一只猪一样也失败了 女鬼甚至连躲避都没有 直接祭出了自己的翘臀 只听当的一声 探知狼手中的刀 居然直接被人妖鬼的臀部 夹成了两段 什么刀被屁股夹断了 探知狼咬紧压关 他的三关显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的刀更是受到了巨大的侮辱 然而他还没有回过神 就在张浪中被人妖鬼的一招 分手之腿送飞到天上去了 变成了一个黑色的点点 记忆之住后再次失败 为了成为无惨大人的女人 屁股的夹力必须练好 我每天都要夹抱五十个金刚石呢 人妖鬼毫不吝啬地介绍 自己成功的办法 哎呦学不来 真的学不来 这可真的是大杀气啊 嗯 人妖鬼看着一个方向 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他看到什么了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善意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 并且拿着刀走向了人妖鬼 几人妖鬼打败了一只猪 探知狼之后 三人团里面只剩下善意了 雷之呼吸一直行 善意发起了攻击 这个黄发波也居然没被我眉死 人妖鬼不由得产生了自我怀疑 难道我的美貌杀伤力变弱了 他一天也不把善意放在眼里 腾倒在地上 一手冲着头 一手扶着胸 摆出了一个性感造型 甚至还把头发分成两骨 做出了一个爱心 说道 哎呀真帅啊 让你一招好了 来吧 人妖鬼的话刚说完 善意的攻击就已经到了 霹雳一闪六连 只剩一道电光射了过来 这道闪电还会改变方向 人妖鬼睁在的眼瞳里 导演着这道巨大的闪电 显然十分惊讶 千军一发之际 他哼咽一声 攻击依旧被躲开了 人妖鬼吓了一跳 这小子还挺厉害的嘛 不由他敢看一句 好险 然而一等到安全落地 人妖鬼的自恋又开始了 他对自己灵活的身姿 很得意 说道 日防夜防 最防不住的 还是你这种 又快又准的boy 可惜了 还是没打中我呢 这个 我怀疑你在开车 但是我没有证据 让人妖鬼的挑衅 善意却并没有失去冷静 或许说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根本就没想打中你 因为善意的目标 一直都是那个 一开始出场过一次 却被我们忘掉了的防晒霜啊 我的目标已经达成 善意说 哄 拔走我的防晒霜吗 那又如何 人妖鬼很无所谓的贪手 他想不出善意 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 不是为了攻击 而是为了拿他的防晒霜 我承认 我们三个都打不过你 所以我夺走这个防晒霜 并在一秒之内 往他身上涂了三遍 善意露出了圣券在握的笑容 摆脱你了 蜜豆子 善意说完就打开了 那个装着蜜豆子的小木箱子 一只腿从箱子里大摇大摆的卖了出来 神妖鬼说道 哄 有意思 他就是传说中那位不受五层大人控制的鬼吧 他显然没有意识到 自己就要大难临头了 在耀眼的阳光下 蜜豆子凶酒酒气昂昂的跑了起来 顶面都发出了咚咚的声音 人妖鬼面对气势凶盛的蜜豆子也不害怕 得瑟地摆着妖柔的姿势说道 直接向我走来吗 是因为被我的美貌吸引而靠近我吗 这也太刺恋了 小猪真是受不了了 女鬼依然搔手弄子 等着蜜豆子走到他身边欣赏他的美貌 然而听了人妖鬼的话 蜜豆子反而立刻停下步走了 他只能善意一致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搬来了沙发给蜜豆子加起油来 一副看好戏的吃瓜群众的样子 人妖鬼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居然敢不承认我的美貌 不由得勃然大怒 朝着蜜豆子就冲了过去 主动发起了攻击 可恶我要杀了你 被质疑了美貌的人妖鬼 气得脸都变了情 蜜豆子也冲了上去 砰的一声速度比人妖鬼还要快 都出现了残影 人妖鬼的攻击没有走效 蜜豆子灵活的躲开了攻击 人妖鬼惊讶速度这么快的吗 但什么反应都还来不及做呢 蜜豆子已经又发动攻击了 朝着人妖鬼的屁股就重重的来了一脚 人妖鬼背着巨大的冲力 给踢的身体都弯折了 同时啪啦一声 他的脊柱都被踢断碎着了 蜜豆子这一脚的威力简直无敌了 人妖鬼像皮球一样被踢飞了出去 沿入摩擦 还发出了啊啊啊的残叫 而我们的蜜豆子的这个姿势 简直帅呆了 被踢飞的人妖鬼惊恐的想着 哇 我的下半身怎么失去了知觉 都开始怀疑自己的鬼声了 然而蜜豆子还没打算放过他 砰的一下 又朝人妖鬼冲了过去 人妖鬼还保持着 那个奇异的姿势向前冲着 蜜豆子的力道也太大了 某个不可描述的部位更是惨不忍睹 他惊恐的喊着 啊啊停不下来啊 蜜豆子从他的头顶飞了过去 来到了他的面前 接着哼嗨一声 转身发动了大招 一拳打在了冲过来的人妖鬼的脸上 啪的一声 人妖鬼的脸都被打得凹陷了进去 整张脸都变形了 爱了这仿若让人灵出窍的一击的人妖鬼 同时脸上还飞出了一张 像是面膜一样的东西 轰的一声 人妖鬼脸朝下被击倒在地上 这也太惨了 主角团三人组 合力都打不过的人妖鬼 被蜜豆子轻松给干倒了 这实力相当强悍啊 看只狼惊喜的喊道 蜜豆子一拳把防晒乳 从脸上分离了 太棒了 原来刚刚那像面膜一样的东西 是涂的防晒乳啊 人妖鬼惨兮兮的 身体被反向折叠摔在地上 小猪看着都替他觉得疼啊 被打得变了形的脸 居然还在嘴硬 呜 你以为赢了吗 我 我还没 尽管已经被贬成一个饼干 但人妖鬼似乎还没有私心 觉得寂静是鬼 就算急着被打碎也是不会死的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脸上突然着急了火 烈火熊熊燃烧着 人妖鬼被发出了啊啊的惨叫 就这样人妖鬼最后被干掉了 解决了敌人之后 蜜豆子慌慌的在太阳底下转圈圈 变成了鬼之后 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太阳了呢 蜜豆子十分开心 一只猪苦恼的说道 怎么办 他不想回箱子里了 探知狼和善意 看着欢快的蜜豆子 也没有办法了 防晒如还真是个神器啊 好啦 今天的同仁小故事 就讲到这里啦 喜欢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点赞评论 支持一下小猪哦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